我们来看到国际间 大家都在讨论这场峰会 落幕之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成果 来 美日韩峰会这一次他们其实就讲 我们没有针对中国 我们绝对不是只是为了反路 可问题是他们也说了 他们在南海真的咄咄逼人 拜登就直接讲了 说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美日韩三方要一条热线 任何时候发生危机或影响的时候 我们马上要分享讯息 反对胁迫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一次开会说年度会议 也就是明年会再来 好 明年美国要选举了 那如果川普回国之后 会不会有什么样新的 不一样的可能的发展 有没有可能再次动摇 三方的同盟关系呢 当然他想要确定的就是 这一件事先谈好 说大家都会选举嘛 那我们就是每年一次 希望把它给先定下来 才让美国呢 在这一次峰会当中 站住脚步告诉大家 我拜登印太有在做事 也因此BBC就直接讲了 这个叫做外交上面的一个高招 可是问题是 在这一次的峰会 你也看得到 他们在提到中方的时候呢 基本上发言还是相对谨慎的 因为大家的战略目标 国安目标不太一样 所以呢公开言论 还是很少提到中国 那王毅先前就曾经提醒了 日本跟韩国 在那一次的一个国际会议当中 他直接讲了 不管你头发染成黄色 鼻子变尖的 我告诉你啦 你就不是西方人啦 你为什么要做法 自己好像就变得跟他们一样呢 你要知道跟在哪里 这才是对的 那网友呢开始就会苦手啦 这样把这两张图放在一起 这代表着什么 当然这就不言而喻了 尹锡月这一次呢 其实来到了美国 他也是犯是这个 避水一战 为什么 因为他在国内基本上 民调没有那么高 而且呢 他其实才刚刚面临富丧 那在爸爸一去世之后呢 他处理完后事 赶紧的就出发前往美国 拜登有马上的表达 这个慰问之意 尹锡月也发文说 谢谢你 他十分的感动 但是呢 网友当然就会想问啦 说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还硬要去 这代表着这件事情 这个峰会 是不是对你来说 真的非常的重要 目前看起来 尹锡月他整个执政状况 就是外交好像是重于内政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的最新民调呢 他的好评率 大概只有38% 差评是已经过半了 52% 那岸田当然也没有很好 里头除了经济问题之外 当然还有更多的 就是大家对于他执政之后 你所做的那些承诺 是不是完全兑现 等等的疑虑 所以日韩双方 内部各有各的问题 但是对外部的部分呢 他们一样的 就选择跟美国 占尽一些些 至于呢 美国自己也有他们的利益啊 包括了拜登明年要选举 先前川普进了金正恩 好 所以他在朝鲜这边 他也得要拿出自己是有办法解决 他讲话能够有力的 所以他也开出条件 说我是不设任何先决条件的 想要跟金正恩来会晤 但是呢 北韩这边是没有回应的 同时南海这里呢 他也要开始来 主动出击 9月传出他要去访问越南 要跟他签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协议 这里头呢 就包含了半导体 还有人工梗等的高科技 AI等技术 当然呢 他也讲啊 说 基本上呢 其实越南确实没有要跟我们结盟 来抗中 但是他们很开心 其实他们想要跟美国这里改善关系 不代表要跟中国采取行动哦 但是跟我们靠近一点 其实就表示他的心有一些些在转向了 另一个他要得拉紧的是什么 除了越南之外 在整个南海里头 当然就是菲律宾了 好 现在呢 在中国海警的水炮攻击之后 菲律宾呢 要再为仁爱礁这边部队来进行补给 有没有可能会有下一波的冲突 就是大家在看的 王毅呢 现在在泰国这里呢 他见了副总理之后 则是希望 东协9月初即将要开会了 是不是南海行为准则 赶紧先把他给签下来 当然泰国因为呢 跟这个中方有非常多的基建合作 双方是都有来有往 也都很好一致的 所以呢 他们是说愿意来支持 可问题是 这里头王毅再次的说 他在这一场会晤当中 强调是东盟各国都应该警惕 域外势力 这个域外势力说会挑动 阵营之间的对立 也就是说 在9月初的这场峰会 到底东协国家能不能达成 一致的立场 切下南海行为准则 大家以为今年可以定了 但看起来变数还很多 回过头请教街大使 怎么样来看 现在美日韩峰会 是直接了当的说 中国就在南海这边 咄咄逼人 其实这个美日韩峰会 看起来是雷声大 雨点小 因为这个发表了一个共同声明 这个共同声明 把他三边的关系 这个怎么定位呢 他说是一个三边伙伴 三边伙伴的一个新事迹 他用这个partnership 你知道我们在国际关系上 partnership是非常松散的 他没有任何相互的什么 相互的承诺 都是单方意愿的表达 你可以做你可以不做 什么叫做比较 比较有具有法律意义的 叫alliance 这就是所谓的同盟 这里面对三边的关系 美日韩三边的关系 都没有叫同盟 所以这三个在一起 不是同盟关系 他说里面有两组 美日跟美韩两个同盟关系 那个是这个三边关系 有两个同盟关系 可是没有三边之间的同盟关系 三边同盟关系就要签一个什么 就要签一个 比如说协防条约 像以前我们这个中华民国 跟美国中美协防条约 他就是同盟关系 可是这个没有签 而且这种就是所谓的 有法律拘束系的条约的话 他们三个人签了也没有用 各自要回到自己的国会 要国会通过 才能够生效 所以这些讲了半天 都是一些什么 都是一些口惠 没有承诺 你只要把这个签 这个所谓 statement 基本上就是一个共同声明 你回家以后你说 我那一段话我收回来了 没有 就没有了 没有任何法律的承诺 另外一方面有关台湾的问题 这边里面讲得非常的弱 我觉得这个反应就是 不管是日本跟韩国 基本上对台海的问题 还是怎么讲 还是很胆怯 不敢跟着美国往前冲的 他的用语 他就是说 重申台海 这个稳定和平的重要性 因为这是对于怎么讲 国际社会安全以繁荣 一个不可分割的成分 然后又加一句 这句话加得很有 我们对于台湾的基本立场 没有改变 同时我们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这就是所有的这个东西 就是根本就是老生常谈 就原本他们调话 完全了无新意 然后这个整个的会议 没有产出一个据法律序基附性的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作秀为主 所以拜登常说 这个东西我走了以后 搞不好就没有了 这个好 不必他走 他回去睡觉起来说 那个话我讲错了 我不想了 就没有了 没有人会认真把这本证明 我跟你讲国际组织 还有国与国关系 这种所谓的声明 一年几万件 一年几万件 美国跟很多国家也签在这 签完就忘了 然后下个月搞不好 他就改变主意了 换一个总统绝对就不算数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 雷生大与联小 开一个很大的戏 那开一场做了很 言很大 可是实质意义很小 所以你看看这个 蔡英文当局就没有拿这个东西做文章 因为实在拿不出文章来 好像中日本爸爸美国 现在加个韩国叔叔还是韩国哥哥 还是韩国弟弟 也关切台海没有 通通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整个的美日韩峰会 我觉得就做秀居多 而且这场秀也没演好 那么最重要的是 尹熙悦在国内 美韩国人对他越来越反感 觉得他只搞外交不中内政 国内搞得一塌糊涂 跑去外面搞一个这些 唱一场空戏有什么用 其实美国他们现在的战略上是什么 就是东北亚他们在斗 除了这个美日韩峰会之外 我们刚刚看到了 拜登他说 我要跟金正恩见面 我不是任何预设立场先决条件 我想跟他见面聊一聊 当然大家也知道 前一阵子 中俄又再一次的海军的巡航了 所以是不是想要把中俄 朝给他拆开来 南海这边 说拉紧菲律宾之外 越南他可能9月也要去了 战略上头 请教司令怎么看 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美日韩峰会 他们是变成一个同盟更强化 这个东西 这是客观的形式 我们台湾没办法查阻 我们人们参与没有办法查阻 我们旁边只能在那边看戏而已 所以我要认为我们台湾的动作 要积极一点 但是我们在这一方面没有作为 我们有第一个 我们指动提出来 我们是不是希望 既然台湾那么重要 面对那么大的威胁 我们希望美国赶快 卖F-35立宗战机给我们 卖P-8A 这个海神式的 这个反潜侦察机给我们台湾 甚至买那空中加油机 我们台湾没有空中加油机 空中加油机 你如果是买 不卖这个 KC-135空中加油机 给我们 这个KC-46的空中加油机给我们 不卖也租给我们 我们跟他争取 不然我们好像一直被边缘化 我认为我们应该自己跟他争取 卖立宗战给我们 卖空中加油机给我们 卖更新的反潜侵逻机给我们 要这个样子吗 我们应该这样做 第二个 2020 今天是2020 2020环泰军演 因为现在是2023 2020环泰军演 是今年就要报名 因为明年2024就要环泰军演 我们是不是就赶快争取 我们如果环泰军演 总共26个会员国 还包括另外还有六个观察员 观察国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加入 台湾根本加入 如果台湾没有办法加入 没办法涉入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的军事上是薄弱的 因为在同盟战力跟联盟战力 我们是不具备的 对 变成这个状况 那我们是不是积极争取加入 因为现在要报名 因为明年就要开始参演 明年8月 7月到8月就要开始参演 我们是不是可以积极争取 第三个 我们是不是可以积极争取 美国在台海周边 包含日本 韩国的这些精元 不管是肩并肩的演习 背对背的演习 还有英籍系列的演习 马拉巴尔演习 红旗演习 那么多的演习 让我们台湾派观察团 让我们不要闭门造居 我们看一看 这些同盟国的 他们这些国家 他们在演习的兵推 做电脑兵推或石兵 这个操演 他各个的参谋作业 还有演习的规划 还有火力的分配 是怎么样的状况 让我们也来了解 我们不要他们 只是看媒体而已 我们应该派一个 我们人不要多 带个五个十个 去看他们整个作业 什么情报作业 作战 还有后勤的补及的规划 怎么样去推展 我们要这样 我们当观察员就可以 如果连观察那个 我们怎么变成正式的 能够加入美国 跟美军一起军演 这样的话我们 他这样说对台湾是非常关心 但是我们从这几个动作 几个数据 或者是几项的这些演习当中 我们可不可以参与 可以对美国做测试 向美国争取 美国如果是打假球 他就跟你去运了 如果然真的 请你来参加 请你来观摩 请你来建学 这样让提升国军的战力 无论这比较实际 不然光说不练 也是变成天马行空了 是 来 请教兵哥 我觉得美日韩风会 显然就是拜登想要 逼着日本跟韩国 跟他进行一个 对中国大陆围堵的 这样一个联盟 可是日本跟韩国 不敢走得这么快 因为他们对中国大陆 还是有所忌惮 也不想这么明摆的 跟中国对着干 所以就到最后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 什么也不是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奇怪的一个 所谓的峰会 这个峰会就像刚刚 介大使讲的一样 也没有达成任何新的东西出来 也没有加强了任何 这样的一个态势 然后随时大家都可以反悔 请问一下浪费这个时间率 开这个到底目的是什么 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我觉得他这个举动 反而会让中国大陆 对美国的疑心更重 因为你摆明的 就是要找人来对付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对美国的态度 也是越发直接 你看王毅现在很多话 他过去会讲的相对含蓄一点 他现在就直接了当讲 他就直接摆明了 看起来就是 美国就是在对付中国大陆 所以你们日本跟韩国 他就直接说 你们再怎么样 你们也是东方人 不要以为这样子 把戴个假发 换一换你就变成西方人 你不要去当你那样的走狗 我觉得他的讲法 已经非常明显了 那尹熙悦我一直觉得就是 他显然搞不清楚 现在韩国人真的需要什么 也就是韩国现在面临 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 他们国内的经济状况非常的糟 你应该要做的 应该是赶快去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 可是他好像没打算这样做 好像也束手无策 然后就只会一直跟着拜登 在旁边转来转去 你想想看光是最近这半年 今年这上半年 他到美国 跟美国之间往来多少次 然后没事要跑去白宫唱歌 或干嘛的 他以为这样子就能够获得 韩国人的支持 我想非常困难 因为当大家都吃不饱的时候 怎么可能会支持你 所以他的支持度一直在 低档这边盘旋 没有办法拉上来 不管他在外交上 感觉上好像做了很多事情 可是实际上 这件事情对韩国没有什么好处 特别是 现在日本马上要排污水 然后 尹熙悦既然 既然一副没有打算要反对的样子 那你叫韩国的民众怎么办 韩国民众怎么可能这样支持你 所以我觉得尹熙悦持续这样搞下去 当然因为韩国总统没有连任的问题 他不能当一届就可以直接解决 也不能再连任 可是问题是 接下来他自己的政党 恐怕整个都很难获得 韩国民众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尹熙悦这样乱搞 其实对他自己 跟对韩国都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东南亚这一块 现在我觉得已经变成 中美角力的新战场 因为美国把整个 整个关注度都在 东南亚这个地方 还有南海这个地方 他一直企图去散动 包括周边的国家 包括菲律宾 包括辽国或是柬埔寨 这些一个一个 希望他们能够跟中国大陆反 现在就想对越南下苦工 可是问题是 越南之前是被美国搞得 最恶劣的地方 他跟美国打了这么多年的仗 他怎么可能对美国会放心呢 他当然希望能够改善 跟美国的关系 主要是为了经济上的元素 可是你说他要跟美国结盟 来去对付中国大陆 我觉得美国人真的是想太多 到底有没有可能 这美国在东北亚这边 在南海这边各自有动作 最后真的会完全 如拜登所算计吗 我们先进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